我是楊春吉老師 今天是首先跟大家拜個晚年 今天我們是榮數學堂108年第八次的 小型法律祝堂會 含個案的公益服務 我們今天主講的內容 主講內容是繼承道路與通行權 繼承道路與通行權 那什麼叫做通行權呢 還有什麼叫做繼承道路呢 繼承道路上個禮拜 2月5號的時候我們有直播 繼承道路就是所謂的 成立公用地域關係 它來自於400號大王會議解釋 400號第400號解釋 但因為怕說繼承道路講不完 我們先講通行權的部分 我們先講通行權的部分 有關於所謂通行權 我們上個禮拜有講說 所謂通行權是為之於 它的規定是規定在民法相寧關係 民法相寧關係 民法物權邊的相寧關係裡面 那相寧關係 所謂的相寧關係 對某部分而言是守偶爾權的扣章 但對須有農忍 農忍義務那方 我們稱為守偶爾權的限制 所以所謂民法相寧關係 在我們法律上一部分是守偶爾權的扣章 一部分是守偶爾權的限制 那這種只是因為 為了避免怎樣 上個禮拜有講為避免 大家吵來吵去 以至於土地跟旁邊的建築物 沒辦法整體發揮整體的經濟效應 所以民法相寧關係才訂出這些 一方是守偶爾權的扣章 一方是守偶爾權的限制 然後以至於大家整合來發展整個經濟效率 所以民法相寧關係的立法目的都是這樣 包含上個禮拜講的玉岳建築 還有林損 還有更早之前所講的東西 都規定在民法相寧關係裡面 那今天講的 涉及到所謂的通行權 那首先第一個 通行權跟所謂的不動產玉權 我們首先要釐清第一個要講的觀念 第一個就是所謂的公用地義關係 400號解釋的公用地義關係 它只要符合400號解釋的三道要件 大家回去看400號解釋的三道要件 成立400號解釋的公用地義關係之後 不需要經過各個地方主管機關 依照自治規則的認定 不需要 只要符合400號解釋所謂的公用地義關係 形成的三道要件 就成立公用地義關係 就是所謂的俗稱的繼承道路 所以注意 而且成立400號解釋的繼承道路 它主要目的是要公眾通行 不確定的公眾通行是必要 也就是說成立400號解釋 對於土地所有權人 對於土地所有權人 哪一種限制 成立哪一種限制 就是說它只要把土地提供給 克力能公眾通行就可以了 所以上個禮拜我們講說 繼承道路 所以成立繼承道路 就所謂的一到四百號解釋 三道要件 符合三道要件 就成為了公用地義關係 只是說 它有一個義務就是 提供不確定的公眾通行是必要的 它只要提供這個義務 但是不代表說 這個成立 形成公用地義關係的這塊土地 不得以民法七百六十七條第一項前代 行使豎勤返還所有務 是可以的 所以注意 四百號解釋 主要是針對土地所有人 做什麼限制 做 這塊土地要成立怎樣 要提供出來 不確定的公眾通行 這個第一個觀念 所以這叫做 公用地義關係 就俗稱的繼承道路 注意它是公法關係 它是公法關係 第二個就是叫做 成立公用地義關係繼承道路 第二種我們通常在 民法物權篇它向權益當中 有一個叫做 不動產育權 那不動產育權當中 有一個以通行為目的的不動產育權 注意 這叫做物權 它向物權 依照民法物權篇的規定 所謂它向物權 不動產物權的設定 變更 跟 設定 變更 跟負擔 這些東西 都要經過 怎樣 書面而要事 而且要經過管轄地證書所去登記 所以所謂的 以通行為目的的不動產育權 就要經過管轄地證書所的登記才算 所以這叫做 以通行為目的的不動產育權 第三種就是所謂的 約定 以通行為目的的債權 以通行為目的的債權 例如怎樣 租賃算不算 租賃就是約定一方給怎樣 一方把租賃物給他方使用收益的權利 另一方怎樣 要支付嫁金的契約 是不是 所以租賃其實 租賃當中所謂租賃當中的租賃權 就是這種債權 基本上所謂使用收益 已經包含到怎樣 也可以通行 所以這種有含在以通行 有含在通行的使用收益這個通行 把使用收益包含在通行包含進去 所以這種約定以通行為目的的債權 所以這第三種 第四種就是我們的民法相應關係的通行權 所以這四種完全不一樣 我首先再強調一次 第一個就是公用第一關係的繼承道路 這是成立公用第一關係 它是公法關係 要符合400號 400號到環會議解釋 400號解釋三道要件 不需要經過主管機關一致制規則認定 只要符合400號三道要件就成立了 那成立一到400號解釋 除了所謂的補償之外 所謂的補償之外 最重要的重點它主要是提供 唯一的義務 土地所有權變成一個義務就是 要提供這塊土地 覺得怎樣 不克力能公眾通行 公眾通行使用 這個目的 公眾通行 所以這也是以公眾通行為目的的 但是它是公法官機 要符合400號三大要件 這個是所謂的成立公用第一關係的繼承道路 第二個一樣以通行為目的的是怎樣 以通行為目的的不動財育權 這是它向目前需要去登記 需要登記才算 第三種就是所謂的怎樣 就是約定含通行為目的 含通行為目的這種債權 租賃 例如租賃 或使用借貸都可能 只要含通行都算 但租賃權你也知道使用收益 就含在裡面 所以這第三種就是 約定以通行為目的之債權 第四種就是我們要講的 民法787條到789 也就是說民法相寧關係的787 788 789 只有這三條當中的所謂的民法相寧關係 當中的通行權 這四種 剛才所講的這個差異大家要了解 那其中有關於通行權 民法相寧關係通行權 剛才所講的是一個收益權 對某部分而言是收益權的扣張 但對一個有容忍義務的人 就是收益權的限制 所以民法相寧關係 一個是收益權的扣張 一個是收益權的限制 所以這四種是不一樣的 我們再重複一次 那我們今天的主題主要是講 第一個要跟大家講這四種不同類型的差異 那第二個我們要講的主題是 民法通行權 通行權其實很可憐 民法相寧關係其實只規定在787條 跟到789 只有三條條文 那實務上你到法學資料前走去 只能卡通行權很多實務的案例 所以僅僅以三條的條文來規定 那麼多通行的正義 其實就有一些專家學者建議說 要真定 要修訂 真定這些條文 其實三條真的不夠 那今天當然我們實務上 既然三條都不夠 我們怎麼可能講了那麼多 一個都不曉得講不完 所以我們大致講 講多少算多少 那既然開始 所以我們開始進入民法相寧關係的通行權 那民法相寧關係的通行權 我們民法務全論謝在全教授 謝在全教授民法務全論當中 他把第幾頁 第206頁 207頁 207頁當中 你各位回去看謝在全教授民法務全論上 第207頁 我們主要以這本書來講 他這本書把民法通行權分為三大類 第一個是有償的通行權 第二個是無償的通行權 第三個就是所謂的預定的通行權 什麼叫預定的通行權呢 就是我們剛才所講的 以通行為目的的不動產物議權 還有約定以通行為目的的債權 所以謝在全教授把預定通行權 預定通行權把它放在兩個 第一個就是以通行為目的的不動產物議權 或者是即約定以通行為目的的債權 所以所謂的預定通行權 謝在全教授的預定就是在指 老師手講的這兩個 至於所謂的有償通行權 我們首先有償通行權 規定在民法787 民法787 我們看一下 民法787 來我們看 老師這篇文章當中 新聞疑義1241 回去查老師的文章 新聞疑義1241 1241 這邊有講787 我們看一下的條文 首先787的第一項 土地因與公路無適當之聯絡 至不能為通常使用時 除因土地所有人之任意行為守身者 土地所有人的通行周圍地已至公路 這是民法787條之一 民法787條第一項 那從這個看得出來 這個民法787條 我們看第二項 來看第二項 第二項講什麼 前項行行 有通行權 有通行權者 有通行權人 亦於通行必要之範圍 則其周圍地損害最小之處所及方法為之 對於通行地因此所受的損害 並應知負常經 有沒有 所以從787條看來 你看知有常 有沒有 要不要第二項 787條第二項 對於通行地因此所受的損害 並應知負常經 所以從787條的第二項 我們看得出來 為什麼把它叫做有常 有常 有常的通行權 那從這個700 從787條第一項第二項 我們看得出來 其實它就包含 所謂的有常通行權 就包含三大要件 三個要件 同時喔 要同時符合三大要件 哪三大要件呢 我們在講三大要件 來看一下圖 看一下圖 這就是老師所的圖例 這叫做有常通行權 看一下圖 看一下圖 來老師看一下 來 大家看得出來 一地號二地號 有沒有看到 來就叫一地號二地號 我們圖地場是以一地號二地號三地號 對不對 那我們圖地場的圖地場的圖地場的圖地號 師俗稱的所謂的 都沒辦法連通道道路 有沒有發現 是 在右邊 是不是經過湖泊 右邊 一地號旁邊的右側 是不是有個湖泊 對 那湖泊 旁邊是不是有個道路 有 沒錯 但是一地號是不是要通 經過湖泊 才道路 是 那條道路虛射 老師畫出來 其實實際上沒有道路 以是說 要通過湖泊 祖法 什麼的 或者是要奏船 才通不通 通怎樣 通到右側的道路 但是假如說到北側的道路 一定要到北側的道路怎麼樣 要經過怎樣 二地號或三地號 對 所以老師在畫圖上 是不是有一個A跟B的那個虛線 那可能是 要通過這兩個地方 才能到怎樣 北側的道路 所以這個所謂的一地號 在圖例第一 有償通勤權 這個一地號 就我們俗稱的 代地通勤權 俗稱的代地通勤權 所以 這就是畫圖例 就讓大家懂 這是老師手畫的典型案 這叫做 有償通勤權 那有償通勤權 從我們來 請助教看一下 有償通勤權 從我們787條的第一項跟第二項 我們就變成三大要件 第一 同時符合 同時符合 第一個 是不是要土地所有人 虛為土地所有權 所有人 虛為土地所有人 但因為土地所有人怎樣 我們不動產 我們所謂的不動產 物權的設定 變更 跟登記 怎樣 設定變更 跟移轉 需要經過 書面跟腰式 對不對 所以 我們台灣的 不動產物權 不管是所有權 他向權 都要經過怎樣 管轄 低真書 登記 所以 土地所有人 虛為土地所有人 相當於土地所有權人 但是在民法787條 我們只講說土地所有人 但是因為還有一個 所謂的不動產或 注意 虛為土地所有人 及不動產其他利用人 為什麼叫不動其他人 是因為民法八百條之一 准用民法八百條之一的關係 所以包含建築物的 包含你不准用 你叫民法八百條之一的規定 是不是民法七七四到民法八百條 包含地上權人 包含成租人 包含建築物所有人 包含建築物利用人 包含其他工作物的利用人 都可以准用怎樣 民法七七四到民法八百條 所以我們這邊變成說 民法七百八十七條 加上民法八百條之一 所謂的有償通行權的第一個要件 虛為土地所有人 及不動產之其他利用人 它是源自於民法七百八十七條 第一項跟第二項 以及怎樣 民法八百條之一的准用規定 來我們再回顧看第二個要件 來第二個要件是怎樣 虛為土地無事當之聯絡 自不能為通常使用時 有沒有看到 有有 那 對不對 所以第二個要件是這樣 所以我們所謂的土地 這個第二個要件 我們回過頭再講第一個要件 那第二個要件當中我們看一下 第一個要件 對不對 第一個要件 那第二個要件應該 網路應該沒有什麼 粉絲應該沒有什麼意見 沒有什麼不懂的地方 所以我們直接進入第二個 第二個 虛為土地與公路無事當之聯絡 所以這邊會產生說 什麼叫做不能為通常使用 什麼叫做不能通常為使用 或什麼不能與土地為公路為適當之聯絡 好 來 例如怎樣 我們土地上 土地上 對不對 第一個 通常就是說 真的難以通行 或者是要開闢 就是例如說 在懸崖 旁邊是懸崖峭壁 例如第一個東西 懸崖峭壁有沒有適當 懸崖峭壁 那旁邊有道路 是不是沒有怎樣 就符合 因與公路無事當之聯絡 之不能為通常使用 對 或者是旁邊 像我們土地旁邊是湖泊 湖泊 也沒有道路 這種需要 所謂的通行 通行需要費很多費用的時候 或者是有危險的時候 這個都符合 當然我們這個規定說 合法的 注意喔 通常使用 所謂通常 是以社會的通念 來定通常 而且是要合法的 要合法才算 例如 我們食物廠 常常發生說 食物上 有一件叫做龜山 龜山案子有來問老師 也是有關民法通行權 那龜山那個地 第一次注意是隆地 隆地 隆地 雖然那塊土地隆地 是屬於代替通行權 但是問題出在怎樣 問題出在說 兩邊有公路 它可以通行到北側 很像 很像我們安利通行到北側 那重點是怎樣 它是隆地 所以當事人 提問人就問說 我 他當事的那塊土地 因為龜山的土地 很多都出租到工廠 都倉儲了 揍儲了 其實倉儲上面是 蓋鐵皮膚是違法使用 是違法使用 所以他就問說 理論上那塊土地是代替通行權 可以依照民法788 依照民法787到789的規定 可以主張通行權 但是 但是 有個重點是 他問我說 問老師說 他可不可以開 因為是工廠嘛 已經被工廠使用了 已經租給人家工廠使用 可不可以開到6米 因為他要 工廠是不是要搬後 那搬後是不是要大卡車 是不是要大卡車 那是不是至少要6米到8米 對不對 那注意喔 這個是隆地 他出租給別人工廠是違法使用 所以市務長這種案子 當然注意 農地 農地 才是做農舍 農地依照農業發展條例 你可以做農舍 你講依法去申請農舍 OK 或依法 你裡面種植一些果樹 需要差不多4米 或3米的農 所謂的 我們所謂的農業用的 農業機械用的 在農產品的貨車 對不對 那你假如是農地 OK 但是他現在是違法使用 注意 通勤前 違法使用 你主張6米 不行 是不行的 你要主張到6米 注意 他是違法使用 不是合法使用 所以這個個案上 個案老師問這個案子 是不行的 因為他是違法使用 違法做工廠使用 所以他證實這個案子 證實可以叫 民法787 788到789 去主張通勤權 但重點是 不能主張到6米 可能 只能主張到怎樣 你證實要做果樹 只能主張到2 2公尺左右 所以這個要記得 所以另外一種 我們另外一種 第二個要件當中 我們常碰到的分管契約 可不可以准用 分管契約注意 分管契約 我們會等下講 第三個東西 等於分管契約 是屬於第三個要件 我們先不講 我們講說 屈斷征收 注意 屈斷征收算不算 屈斷征收算不算 屈斷征算不算 可不可以主用這個東西 那是第三個要件 所以 所以我們還有 注意 所以我們所謂的 第二要件 屈為土地公路 無適當之聯絡 自不能為通常之使用 第一個 我們再重複 第一個 要合法使用 第二個 要難以屈地通行 例如懸崖絕壁 第三個 我們通常所謂 不然就成為代帝 代帝才能依照 代帝有沒有 有適用 第三個 例如我們 土地長湖泊 要費用 通行費用高 或者是怎樣 有危險 費用高且危險 這種東西 才符合第二個要件 才符合第二個要件 第三個要件 虛非土地所有人的任意行為 所以我們發現 第三個要件 民法七 有償通行權 第三個要件 是怎樣 虛非土地所有人的任意行為 那這個所謂的任意行為是怎麼樣 注意喔 第三個要件很重要喔 我們參考一下 有償通行權 卸在權當中的 所謂的任意行為 所謂的任意行為 在卸在權當中 任意行為 任意行為 有講說 我們另一次喔 另一次喔 所謂的任意行為 細止於土地通常使用情形下 因土地所有人自行排除 或阻斷土地對公路之聯絡而言 例如 土地所有人建築圍牆 或破壞原有橋樑通路改建房屋 或者是變更大門方向 或者將土地的一步讓步分割 至此土地不能對外為適當聯絡 來 反過來 反過來 顧名思義 任意行為 他卸在權這邊 卸在權這邊 卸在權叫做所舉例 包含怎樣 變更大門方向 破壞原有橋樑 有沒有 破壞原有橋樑 或者破壞你的房屋 或改變你的大門方向 或者是土地的怎樣 一部分讓你獲得土地的分割 這些任意行為 當然就不能主張有償通行權 就不能 所以有償通行權當中 依照民法787的第一項 有特別規定怎樣 虛為 有沒有 你看 除因土地所有人自任意 任意行為外 有沒有 所以在民法787條的第一項 有個除外規定 有沒有看到 有 所以 依照民法787條 第一項 第二項 以及民法800條之一 所謂有償通行權 我在那一次有三大要件 第一個 虛為土地所有人之任意行為 不是 講錯了 第一個 虛為土地所有人 及不動產之其他利用人 第二個 虛與公路無適當之聯絡 自不能為通常使用 第三個 虛土地所有人之 虛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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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所有人之任意行為所生者 這樣懂 所以這個三大要件 三大要件 一至一 至於說 同時符合這個 我們講的三大要件 同時符合就取得了 那這個土地所有人 我們民法780幾 這個土地所有權 或依據民法800條之一的準用之人 準用民法787、788跟789 這些準用的人 他們有哪些效果 就是說 它有哪些的法律效果 來 哪些法律效果 我們看一下 來 我們看一下 800條 來 有哪些法律效果 我們看一下 好 我們看一下 我們這個東西 來 法律效果 四個法律效果 來 來 來 第一個法律效果 對周圍地取得通行權 注意 對周圍地取得通行權 我們看得出來 在哪裡 787條的第一項 第一項 是不是很清楚 所以說 對周圍地取得通行權 但是依照民法787條第二項的前段 有沒有看到 在782條的前段 他怎樣 應該怎樣 選擇 在必要的範圍 在通行必要的範圍 要擇其周圍地損害最小的觸手 這方法為之 以是說 符合比喻原則當中的損害最小的原則 有沒有看到 有 來 我們看一下條文 有沒有 所以 所以 雖然有法律效果 第一個 對周圍地取得通行權 注意 對周圍地取得通行權 但是怎樣 有時候 要在通行必要的範圍 擇其周圍地損害最小的觸手方法為之 這個是符合比喻原則當中損害最小原則 有沒有看到 有 那什麼叫做通行必要之範圍呢 我們通常叫做通行必要之範圍內 周圍地損害最小的觸手方法 應該以社會通念為之 社會通念去認定 然後要就附近周圍地的地理狀況 相關公路之位置 以通行必要土地之距離 相迎土地利用的之利害得失以及其他各種情勢 按具體示意斟酌判斷之 顧名思義是怎樣的意思 顧名思義是怎樣的意思 也就是說 綜合白話一點 綜合個案的客觀事實 綜合個案的客觀事實 依照社會通念去個案判斷之 所以所謂的 所謂的第二要件比較困難 其實還要回到我們個案的客觀事實 還有個案當中的社會通念是怎樣 我們才能來判斷 所以還要回到個案 回到個案 所以食物上就是這樣 食物上就是這樣 但是在剛才我們有講怎樣 剛才有講怎樣 我們食物上會有三種 剛才有講怎樣 來 通常第一個 難以辟地通行 例如懸崖峭壁 那沒問題 第二個 過程帶地的 沒問題 第三個 廢用高潛危險的 像說我們獨立當中 毀搏沒問題 補搏 還有我們獨立當中 異地號 注意異地號 但是這邊我們除了這個地方之外 第三個要件要任意行為 非任意行為 所以我們第一個 第一個我們回到第一個 符合這三個要件之後 就是第一個效果 對周圍地取得通行權 第二個 法律效果是怎樣 這是有償通行權 依照民法787條第一項第二項 是有償通行權 就剛才我們規定說要怎樣 第二個法律效果 土地首爾年 推然可以通行 但是除了損害最小原則 要適用之外 怎樣 要支付 印支付藏金有沒有 對對 所以應該要支付藏金喔 嗯 對不對 那假如支付藏金 接下來 我們在787條的第一項 780條第三項 我們有沒有發現他說怎樣 第二項 我們看一下第二項的後段 對不對 第三項 第七一百七十九 第四項的規定 前項請您準用之 那什麼叫七一百七十九 意思是說你看大家回去 準用哪邊 七一百七十九 七一九第四項 第四項 就是說你們這支付藏金的 支付藏金先協議 協議不成就由可以申請法院裁判之 懂嗎 所以所謂的七一七九 第四項呢 準用規定 就是說第一個 需要支付藏金喔 需要支付藏金喔 但你假如說支付藏金 以雙當事人去協議 協議不成可以依據怎樣 民法七百八十七條的第三項 準用怎樣 七百七十九第四項 去協議 不能協議由法院 申請法院裁判之 懂嗎 所以這個是第二個 運支付藏金 假如支付藏金 沒辦法協議的話 再去申請法院裁判 第二個法律效果 第三個法律效果 在於怎樣 我們看一下 第三個法律效果 是講怎麼樣 是規定在七百八十八 第三個法律效果 規定在七百八十八 我們七百八十八規定 有通行權能 與必要時的開設道路 所以第三個 第三個效果 我們看一下 來看七百八十七 七百八十八 七百八十八 有沒有看到第一項 七百八十三第一項前段 與必要時的開設道路 有沒有 有有有 所以所謂的第三個法律效果 在於怎樣 一必在七百八十七 七百八十八第一項 在七百八十八第一項 在七百八十八第一項 來看一下 與必要時 來看一下 在七百八十八條第一項的前段 有通行權能 與必要時的開設道路 所以 可不可以開設道路 第三個法律效果 有償通行的法律效果 就是怎樣 是 一必要時的開設道路 當然 所謂開設道路怎麼樣 當然 對於通行權 應害損害者 也要支付償金嘛 但是 如果 但對於通行地 因此所損害的應支付償金 而且 前項行徒至通行損害過具者 怎樣 第四個法律效果 在七百八十八的第二項 我們看一下第二項 來第四個法律效果 來 以至於你有必要 注意喔 你在七百八十八條第一項 有必要時的開設道路 但 但書 明法七百八十八條第一項 但對於通行地 因此所受的損害 應支付償金 這是明法七百八十八第一項 第二項 前項行徒至通行地 損害過具者 過具喔 過具者 通行地 得以請求 通行以相當的價格 購買通行地 及因此行程之其林地 所以 第四個法律效果 土地所有權 屬地所有人 就是所謂的林地所有人 林地所有人 可以請求怎樣 被通行地 被通行那個 被通行 被必要時開設道路的通行地 注意 必要時 必要時 注意 必要時依照明法七百八十七條第一項 必要時開設道路 必要時開設道路的通行地 才有所謂的通行地 及其林地之購買請求權 對不對 意思說 符合七百八十八條的規定 重點在第三個法律效果 以必要時的開設道路 有必要時開設道路 才有所謂的七百八十八條第二項 就是我們所寫的第四個法律效果 所謂的通行地 跟因必要時開設道路所形成的其林地 林地所有人 林地所有人 也就是說 這個被通行 被通行 被通行那個土地所有權人 才可以依據 民法七百八十八條的第二項 行使所謂的通行地 及其林地的 怎樣 購買請求權 所以我們這邊的法律效果 我們四個法律效果 其中的第一個 第二個法律效果 是在規定在七百八十七 至於說第三個第四個法律效果 規定在七百八十八 所以 注意 注意 反過來怎麼講 有償通行權當中 特別要在意的是怎樣 特別在意的是 特別要在意 除了所謂的三大要件之外 還要考量七百八十七條怎樣 有沒有必要時可以開闢道路 只要我在必要時開闢道路的時候 注意必要時開闢 才能怎樣 才能開闢對不對 必要時才能開闢道路 所以你只是符合七百八十條 只能符合七百八十條 八十七的第一項 你只能行使怎樣 一般的通行權 一般的有償通行權 一般 那但是第二七百八十七條 你在必要時 你才能行使怎樣 開闢道路的怎樣 怎樣 所謂開闢道路的有償通行權 所以老師在這邊有償通行權 我就依照七百八十七跟一百七百八十七 我區分兩種通行權 區分兩種有償通行權 第一個一般有償通行權 第二個怎樣 可以以必要時開闢道路之通行 實際有償通行權 我再講一次 依照七百八十七條 跟七百八十八條的規定 老師進而把所謂的有償通行權 區分兩種 第一個一般有償通行權 第二個可以以必要時開闢道路之有償通行權 這兩個要件 一般通行權只要符合三道要限 但是所謂的以必要時開闢道路之有償通行權 還加上說第四個要件 以必要時才可以開闢道路 以必要時開闢道路這個條件 所以有償通行權只符合 我們剛才一般的有償通行權 符合剛才講的三道要件 但是你假如說是怎樣 以必要時開闢道路之有償通行權 要加上餘必要時才能開闢道路 這樣懂齁 這是所謂的有償通行權 那這有關有償通行的相關內容 大家可以去查老師的文章 新聞遺憶1241 還有大家也可以去參考 比較細節的地方可以去參考 我們謝債權教授民法物權論上 民法物權論上 第207頁 裡面有完整的介紹 以及它裡面的註解 請各位看一下註解 或者是打通行權養春節 你就可以找到老師相關的文章 這些是想關於細節的部分 這是有關於有償通行權講在這邊 那第二個我們要講的 我們要講的是所謂的無償通行權 無償通行權 其實無償通行權很簡單 注意 無償通行權規定在789 民法789 它屬於針對一個 注意 民法787 民法787 第一項上面的第三要件 還記得三大要件 非怎樣 非土地所有人之任意行為 反過來789 就講為的任意行為 所以所謂的無償通行權是講任意行為 所謂所謂的要件 他的要件也是三大要件 在老師的看法也是三大要件 第一個要件怎樣 第一個要件跟有償通行權一樣 怎樣 跟第一個要件跟有償通行權一樣 怎樣 須 怎樣 怎樣 須 所以無償通行權的要件 要件怎樣 來我們看一下 他是怎樣 他是軸動在任意行為 但是所謂任意行為 不是我們講的全部的任意行為 都包含在裡面 民法789條所謂的任意行為 所謂任意行為 我們看一下條文 所謂任意行為看一下 所謂任意行為 因為民法789已經規定了怎樣 有三個 來看一下條文 所謂任意行為789條 我們看一下 他有民定任意行為 不是我們剛才所講的 大門的變更 或怎樣 大門跟他們破壞原有橋樑 都算在裡面 但是民法789條第一項 已經規定明定 這些任意行為 才有所謂的無償通行權的適用 第一個 因土地之一步之浪里 有沒有 有 所以 第一個要件 很清楚 要怎樣 土地之一步浪里 土地之一部分的浪里 所以我們在這邊 我們在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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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個是怎樣 所以第一個要件 要符合 所以有無償 無償的通行權 依照明法787條 怎樣 因土地之一步浪里 對 一步浪里 一步浪里 對 土注意 土地的一部分的浪里 不是全部的浪里 第一個 所以 第一個要件 土地一步的浪里 一步 所以基本上 只是一步 不是第一個 全部浪里 就不算 第二個要件 怎樣 所以所謂的浪里 是怎樣 買賣 互裕或贈餘 所謂的浪里 是買賣 買賣 互裕或贈餘 至於依照 強制執行法的拍賣 有沒有通行權 之適用 有沒有通行權之適用 沒有 食物上 食物上沒有 食物上沒有 因為不會通知你 但是你假如去主張 食物上注意 常制執行的拍賣 食物上 穩定的見解 是傾向可以依照明法 明法 因為相當於受讓人 受讓人 等一下會講 明法依照強制執行法 所謂的拍定人 所謂的相當於買受人 就相當於受讓人 受讓人要不要受 可不可以怎樣 主張所謂的明法通行權 這我們之後再講 我們之後再講 但是我們講說法拍 常制拆賣這個拍定人 之後變成買受人 可不可以主張明法通行權 食物上是肯定的 食物上是肯定的 只要符合怎樣 我們剛才講的怎樣 那有償通行權也可以主張 有償通行權也可以主張 無償通行權也可以主張 所以有關拍賣部分 食物見解是可以肯定的見解 是可以適用的 但是法拍 法拍是不是土地步的讓人 不算 但是所謂的買賣 呼籲正宇 主要是一步 算 但所謂的分別共有算不算 分別共有算不算 是一步的讓予 所以我們今天講的是無權 無償的通行權 以分別共有的全部讓予 那就是符合有償通行權 注意我分別共有全部讓予 給別人是全部讓予掉 那是分別說受讓人 有沒有要受到明法七百八十七條 第一項可以主張有償通行權 但是所謂的分別共有的全部讓予 不是我們所謂的 民法七百八十七條當中的土地一步的讓予 首先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 我們所謂的 因為民法七百八十九 所謂的無償通行權 主要重點在任意行為 那像區段征收 區段征收 強制貪賣是不是任意行為 不是 我們剛才講說區段征收 還有強制貪賣 所以他都不是任意行為 都不是真正土地所謂的任意行為 所以既然不是任意行為 當然要推到怎樣 不是無償通行權 無償通行權 無償通行權 是主要規定在任意行為的部分 然後有償通行權 所以區段征收 區段征收 要回到民法七百八十七條 七百八十七條 有償通行權的適用 不能適用怎樣 民法七百八十九條的無償通行權 因為他不是任意行為 第三種不是 就是所謂的 我們食物上土地標示分割 我們所謂的土地分割有兩種 食物上土地分割 食物上你假如是從事地震過的 地震人員 你就會發現 食物上有兩種分割型態 第一個土地標示分割 第二個真正的土地全 土地整個權力分割 有兩種 第一個純粹的土地標示變更 例如一地號變成一之一 我們看土曆 有沒有看到 我們左邊 我們在這個無償通行間 這邊的土曆上 左邊 我們左邊是不是 我們看一下 來前頭 是不是 左邊有前面 上方是一地號 下面變成一之一 通常你去看地極圖 地極圖 通常都會分割出來 分割出來都是看地極圖都是四號 所以這樣很清楚 就是一之一從一地號 分割出來的 那假如說像這個土曆當中 假如說只是一之一地號 跟一之一地號 一地號跟一之一地號 假如說他只是做土地標示分割 通常所有人是轉載的 也就是說我們土曆當中的一地號跟一地號 只是做土地標示分割 他所有人假設是一地號是夾愛餅 通常 兩個所有全人只是窮時都是轉載 土地標示分割 有一刻性 一地號跟母號 分割出來母號跟姿號 全部的所有人都轉載 轉載 不會有增加的現象 所以這是標準的 食物上叫土地標示分割 所有所有全人跟他象全人是全部轉載 一字不漏的轉載 不會有任何更分 這是標準 食物上走位的地震 地震食物當中的 叫做土地標示分割 那假如說 我分割出來之後 分割出來之後 已經變成怎樣 來 分割出來之後我們寫一下 一地號已經變成 假以分配共有 一字一地號已經變為 一字一地號變為丙單獨所有 這是不是已經把有部分變成 所有全人不是同時轉載 一地號是假以分配共有 然後丙地號呢 一字一地 單獨所有 這才是真正食物上 所謂的土地的怎樣 權力分割 所以所謂的土地標示分割 注意 所謂的土地標示分割 只是在標示 一塊土地從一地號變成很多地號 但是所有全人 太陽全力全部轉載 這種東西注意 這種坦白講 這種並不是所謂的土地一步的浪雨 因為都沒有變啊 這個不適用喔 這不是土地一步的浪雨喔 土地標示分割 因為所有全都沒變啊 只是一地號變成兩塊地號 所有全人跟他沒有變 這不是用所謂的 我們第一個要件 虛為一步之浪雨 這不是復古的這個喔 所以要記得喔 第二個 我們的要件當中 厚 第二個要件是說 依照七百八十九條 因土地之一步浪雨 或分割 所以第二個要件是怎樣 需要因土地之怎樣 分割 所以我剛才講說 一步浪雨 第二個土地分割 所以要第二個要件要分割 那個分割就是土地全力分割 土地標示分割不算 這個才叫土地 怎樣 第二個要件是土地全力分割 然後第三個呢 我們看一下 第三個要件怎樣 來我們看一下第二項 蘇中土地有沒有看到 我們看一下地這邊喔 來這源自於怎樣 民法七百八十九條的第二項 蘇中土地同屬一人所有 浪雨其一步 或同時分別浪雨樹人 有沒有 而與公路無事當之聯絡 是不能通行為使用 所以第三個也同 所以民法七百八十九條第二項 有一個要件是 蘇中土地 所以他在民法七百八十九條 所謂的任意行為 所謂無常通行權當中的任意行為 已經明定 怎樣 三個 符合三個當中 我們土地上三個當中 其中一個就可以喔 所以這個 所謂的構成 我老師所謂的有無常構成 這三個要件不是同時符合喔 一二三是符合其中一個就算 有沒有 符合其中一個就算 所以 一二三 符合其中一個就算 只要符合土地的一步浪雨 或土地的分割 或者是 樹中土地同屬一人 樹中土地同屬一人 浪雨其一步 或同時分別浪雨樹人 對不對 只要符合其中一個要件就算 重點是 因為 第四個要符合第四個要件 第四個要件 就是怎樣 以至於不管是土地的一部分浪雨 土地的一步浪雨或土地分割 或者是樹中土地同屬一人 浪雨一步或同時浪雨給樹人 對不對 最重要的 以至於第四個要件 無與溝入無適當之聯絡 自不能為通常使用者 有沒有發現 所以 所謂無常通行權 老師寫了四個要件 其實只要符合怎樣 同時符合一二三其中一個要件 符合一二三其中一個要件 加上第二個要件 因為符合其中 土地的一部分浪雨 或土地的分割 或者是樹中土地同屬一人 一部分的浪雨 或 同時 或者怎樣 怎樣 同時或分別浪給樹人 然後構成 無適當之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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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公路無適當之不能為通常使用 所以 第二個要 所謂的 我們獨立的第四個要件 第四個要件 跟什麼要件相同 跟有常通行權 它只規定在怎樣 重點在規定怎樣 它是怎樣 任意行為 但是回過頭講 第三個大要件是怎樣 當然要比照 一定要符合有常通行權當中的第一個要件 虛為土地所有前後 怎樣 不動產其他利用人 有沒有發現 對 所以 我們再統一一下 我們再幫大家履歷一下 來 所以 除了我們講的第一個 要怎樣 所以我們所謂的無常通行權 第一個 虛為 回過頭 第一個 就是要符合 有常通行權當中的第一個要件 虛為土地所有人 及不動產其他利用人 依據民法七百 七百多少 七百八十九 及民法八百條之一 有沒有 對 第二個 虛同時符合怎樣 我們所謂的三大要件 其中一個要件 可能是土地的一部分浪雨 或土地分割 或 樹東的土地同屬一人 而一部分浪雨 或同時分別浪雨給樹人 其中一個要件 第三個 要怎樣 土地因前數之浪雨或分割 而以公路無事當之聯絡 怎麼樣 自不能通常為使用 就所謂的有常通行權當中的 怎樣 第二個要件 所以我們再理論一下 無常通行權跟有常通行權 第一個要件 第二個要件 是一樣的 有常通行權跟無常通行權 食物上第一個要件 第一個要件 第二個要件 是一樣的 差異再說 有常通行權是 除要怎樣 非土地所有權人 任意行為 一定是要 不能有任意行為 至於 無常通行權 他主要是規定在任意行為 所以他規定 要符合三個要件 其中的要件 第三大的 第一個 土地的一部分浪雨 或土地的分割 或者是樹中土地同屬一人 他一部分的浪雨 或同時分別浪雨給樹人 那所謂的同時分別浪雨 那所謂的同時分別浪雨 土地分割 當然講說這個 我們 欸 這個 來 來 來 這個案子 來 那假如說 我們土地當中的 土地當中的 一之一之二 是所謂的 土地權力分割 是土地權力分割 是土地權力分割 八十九條規定 我問大家依照這個土地 他可不可以主張 可不可以主張 通行到二地號 一之一可不可以主張到通行到 他不要主張 他的法律效果 我們看他的法律效果 第一個 第一個 首先我們先提問一下 一之一 假設是無常 我們看一下 一之一是分割制 本來是分割制 一地號 而且一之一跟一地號 基本上不是土地標示分割 已經變成一之一是為 單獨所有 那一地號是怎樣 甲乙共有 這個食物上發生 他確實是怎樣 土地是分割 所以他符合怎樣 符合那個要件 第一個是符合第三個要件 所謂的土地是分割 然後又符合怎樣 看這個圖利 你看通行道 沒有旁這四周左右 只有北側的道路 所以他是個代替通行權 所以符合怎樣 無事當是公路 通行道公路無事當是聯絡 不能為通常是使用 對不對 是不是符合 那第三個怎樣 符合第三個要件 哪三個要件 就是土地的分割 怎樣 他是不是土地所有人 對他是土地所有人 所以丙是不是土地所有人 是 所以丙土地所有權人丙 我可不可以是符合所謂的民法七百八十九 無償通行的三大要件 所以他可不可以對針對 對 注意 針對 針對怎樣 一地號或二地號 一地號或怎樣 二地號主張通行權 但注意 無償通行權 無償通行權 第一個一個法律效果 基本上他可以主張怎樣 第一個法律效果 他是無償性 他是無償嘛 是 規定在怎樣 他規定在明法怎樣 七九七 七九九 來我們看一下他的法律敲頭 來 規定在怎樣 第二項 來 這邊這邊 前項規定 有沒有看到 無需支付長金有沒有發電 七八九 七八九第二項 七八九第二項 所以七八九第二項有沒有發現 所以 第一個法律效果 是不是無需支付長金 來 所以他的法律效果 通常有無償性 有沒有 通行之無償性 規定在七百八十九條的第二項 有沒有 有 對不對 是不是無需支付長金 有沒有 有沒有發現 有 所以他是無需支付長金 結果 第二個 通行權 第二個法律效果 來 第二通行權有 通行 無償通行有一個限制性 限制在哪裡 來 我們在七百八十條 七百八十九條的第二項 前項規定是怎樣 好 來 前項有通行無償 有官討看一下 齁 好 在七百八十九條第一項 來這邊 景德通行到什麼樣 景德通行到什麼樣 景德通行受浪人 七百八十九條第一項的後段 景德通行受浪人或浪人或他分個人之所地 所以 他的所謂的無償通行權 除了無償性之外 他的法律效果除了無償性之外 他的法律效果除了無償性 還有一個怎樣 限制性 只能通行到受浪人或浪人 那一部位浪人 或分割人 或怎樣分割 跟怎樣 跟他分割的所地 所謂受浪人或浪人或他分割之所地 所以從我們圖利商 圖利商 我們只能怎樣 一滴號 走A還是走B 來 應該回答一下 走A還是走B 應該是一滴號這邊 走D還是E 走D啦 走D對不對 對走D 走D 對 因為 依照 這是無償的通行權 依照789條的規定 789條的規定 第一項後段的規定 他只能通行到怎樣 我們這是土地分割對不對 對 所以要從土地分割異地號有沒有 對 土地分割出來 所以異地號 他可不可以主張走A 不行 所以你這個假如說 無償通行 依照我們土地這個東西 你只能主張到怎樣 走D 向E地號主張 從怎樣 低 低 為什麼 這是損害最小 假如說 這上面有蓋房子 蓋榮色 蓋房子 然後我們變化體 大家有沒有看到 網路有沒有看到了 有沒有在Facebook上有沒有在看 有有有有看到 那這個有沒有 有啊沒問題 假如上面蓋房子 可不可以走D 要拆人家房子 對 所以這是不是損害最小 不是 是 所以損害最小要走哪邊 可能要走我画的 老师画的F 有没有 从D跟F来看 假如说D上面有房子 那是不是走那边 要拆人家房子 是不是不是所谓损害最小 那只能走什么 F 这样懂吗 所以图例上这是典型 但食物上很复杂 食物上发展食物没有像老师画的那么简单 老师在讲实例上 假设案例讲的比较简单 但是举例 假如上面有盖房子 我们就不能走D 因为要拆人家房子 不是损害最小 只能走我们讲F 那这是因为无常通行权 所以因为它无常通行权的限制性 无常通行权限制性 所以它只能走什么 一D号 这样懂不能走二D号 这样懂吗 来 那其他的法律效果呢 跟刚才我们讲的 所谓必要主义符合所谓的七百八十八条 必要时刻开闭道路 怎样 然后第四个就所谓的 必要时开闭道路之后造成怎样 零地或通行地可以零地跟其零地的购买请求权 这样懂 所以 所以就是法律效果一样 但重点是 所以这是无常通行权跟有常通行权 这样懂 这样懂 然后有没有针对这个有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 没有问题 我们先再移一点 没有问题 相关的文章一样 请刚才有讲过 大家去参考 现在前叫做民法务权篇上 207页以下 有针对有常无常跟所谓的议定通行权 207页它把它分为三大类 所谓的有常通行权 无常通行跟我们讲说 所谓的以通行为目的的不动产益权 包含以约定通行为目的的债权 这个叫做 现在以前教授把他化在所谓怎样 议定通行权 但是我们接下来要讲 因为本次的课题是 讲没有问题 现场也没有问题吗 我们现在开始讲说 继承道路 老师喝口水 现在讲没有问题 我们开始讲继承道路 刚才讲说继承道路 就所谓的 成立公用地义关系 那我们的主要的讲义来看一下 主要的讲义 来 我们看一下讲义以后 主要的继承道路 我们是以 大家想要说想了解 继承道路比较相关 打继承道路 继承道路 阳春旗 只要打继承道路 阳春旗 就会查到老师的相关文章 其中我们今天讲课内容 以新闻一役 1325 是新闻一役 1325 为主要的讲义内容 讲课内容 来我们看一下 那所谓的继承道路 通常探讨继承道路 第一个 首先碰到的问题 他的法律依据何在 他没有任何法律依据 注意 没有实定法的法律依据 因为我国制裁 国家成文法 成文法 我们是成文法国家 所以在法律上 所谓的继承道路 所谓的成立 公用第一关系的继承道路 不是真正所谓的 怎样 立法院通过 不是真正立法院通过 总统公布的法律 反而他是源自于 比法律位阶高一点的 所谓的 跟大法院会议解释 大法院会议解释 虽然宪法第七条到二十四条 扣除二十三条 虽然不是宪法第七条 也不是宪法怎样 第七条到二十四条 扣除二十三条 这些所谓的宪法所明定的 民旗本跟权利 但是他是经过 400号大法院会议解释 所谓的民定的 所谓的一个权利 所以他的位阶是规定在 所谓的我们权利当中的第二个位阶 第一个位阶是 宪法第七条跟第二十条 扣除宪法二十三条 所谓的宪法民定人民基本权利跟自由 第二个才是说大法院会议解释出来的人民基本权利跟自由 所以他归属在大法院会议解释出来的 但是他又不能说是人民基本权利跟自由 又不像 所以但是他的位阶 相当于怎样 第二个位阶 大法院会议解释出来的人民基本权利跟自由 但又不像 但是因为是大法院会议解释出来的东西 所以老师这边不细分 把他归在第二个位阶 大法院会议解释出来的东西 但是他不是大法院会议解释的人民基本权利跟自由 因为他只是成立公用地义关系 反而是针对怎样 他的权利是怎样 是给谁 不克力能公众通行的权利 所以这个比较奇怪 有关于继承道路的东西是比较奇怪的 成立公用地义关系是一种很类 台湾实物上很客俗的存在 但是他的位阶应该并在大法院会议解释出来的人民基本权利之有 第三个位阶才是所谓的 怎样 才是所谓的立法院通过总统公布的 所谓的中央标准法所规定的法律 所以不要小贯 成立公用地义关系的继承道路 虽然他不是真正所谓实定法 所谓中央标准法所谓的立法院通过的法律 总统公布的法律 但实际上他经过400号解释 所以因为这种事相当于 到我们会解释出来的东西 所以无庸怎样 所以第一个我们通常 这种成立公用地义关系的继承道路 讲到继承道路 就是从承认成立公用地义关系的继承道路 首先我们会碰到所谓的新闻疑义当中的 第一个可不可以围起来 第一个可不可以围起来 当然不行 注意我一直在强调 400号解释是这个目的 只要成立公用地义关系 这种公法上的性质 它就是土地所有人 或者建筑首尔人 可能建筑有适用 尤其是土地首尔人 你只要成立公用地义关系的继承道路 这个土地首尔人 它有一个依照400号解释 有一个义务 就是要把土地提供给什么 公不克力能公众通行的义务 只要提供说公不克力能公众通行之义务 当然实质上会变成怎样 这种成立公用地义关系的继承道路 可能会变成怎样 通常你会发现给公家机关上铺油路 铺水泥 铺油 开辟勾取 污水道 这个是蛮正 实物上除了公众通行之外 这个底下可能会实物上变成说 公家机关可以利用继承道路做怎样 做勾取道路 因为它是注意公众通行 但是这种继承道路 一个碰到围 可不可以围起来 不行 这个最典型的 我们很多判例有讲 遇到我们这个文章里面有讲到 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61年很多 老师只讲这个判例 其实很多判例 最高行政法院 61年判日第370年判例 注意是最高行政法院 顾名11次公法性质 所以叫最高行政法院 所以最高行政法院判例 大家回去参考 参考说 怎样 继承道路 不容任意废止 不容任意废止 细止正常道路 未经政府核准 土地收人 擅自废止而言 非未危险道路 经政府核准 不得废止 所以继承道路 未经政府核准 土地人 不得擅自废止 所以不能擅自 围起来不行 围起来不行 所以第一个案子 继承道路 成立公用地域 注意 成立1到400号解释 三大要件 成立的公用地域 关系的继承道路 不能擅自围起来 也不能怎样 围柵欄 也不能怎样废止 都不行 第一个 第二个 他哪个 好 第二碰到的是 继承道路 成立公用地域关系的继承道路 要哪三大要件 来 我们看一下 文章里面的第二段 在400号解释当中 我们有三大要件 第一个要件 我们看一下讲义的第三段 前段跟多段 首先要怎样 第三行 有没有看到 有 我们列一下 我们讲义的第二 第二月的第二段 在三段 前段中 公用地域关系 乃私有土地而具有 共用物性质之法律关系 以民法上地域权的概念有见 久违我法日所承认 有没有 所以基本上 它是 民法第一权 这是以前的讲法 就是现在的 不动产益权 他上面民法的第一权 就是所谓的现在的 民法物权被修正后的 不动产益权 所以 接下来 既成道路成立 公用地域关系 第一个要件 同时 守虚为不克定之公众通行所必要 非仅为通行之便利或敌史 所以重点第一个 第二个 同时要符合公众通行之初 通行之初 土地所有全能 并无阻子之行事 第三个 需历经之年代久远而未曾中断 所谓年代久远 不必限定其期间 所以仍需以十日日久 一般人无妇子之期 确实是时 仅能知其梗概 例如始于日期时期或八期水灾为必要 所以 只要符合400号解释 这三道要件 自然就成立公用地域关系 跟你食物上所谓的主管机关 常常主管机关针对这个食物 因为说过 这个是400号所承认的一个 相当于人民基本权利跟自由的一个东西 在我们食物上 并没有实定法 没有成功法去承认这个东西 所以食物上变成怎样 这种成立公用地域关系 食物上变成说 各地方政府 可能会依照地方自治法 或者是定立什么样 自治条例跟自治规则来认定 食物上你打一个继承道路认定要点 食物上你只要打继承道路认定要点 就可以发现 网路查一下 会发现地方政府 定很多所谓的认定要点 这认定要点 有可能是自治规则 自治条例 有可能是自治规则 通常都是自治规则 但是依照四海报解 是大家会发现 只要成立三大要件 就成立公用地域关系 并没有增加怎样 需要主管去认 主管机关去认定这个要件 所以食物上所有的主管机关 基于这个自治规则 自治条去认定 并不需要有这个要件 所以基层大陆 所谓成立公用地域关系 只要符合400号解释三大要件 不需要经过主管机关 基于自治条例自治规则去认定 好吗 所以不需要自治管机关去认定 只要书上发生错 主管机关可能地方自治法 既持权定出自治规则 跟自治条例来认定 但是依照400号解释 没有第四个要件 只有那刚才讲400号要件 所以纵使没有经过主管机关 去依照自治规则去认定 只要符合大航会那三大要件 同时就成立公用地域关系 是继承道路 这样懂齁 就首先要讲明 第三个 成立即公用地域关系的继承道路 一到400号解释 那就构成一个特别的牺牲 因为他要怎样 不客丁能公众通行 甚至个特别牺牲 对这个土地收入权 是个特别的牺牲 因为我莫名其妙 我被怎样 被限制住了 这个土地变成成立公用地域关系继承道路 我只能客丁公众通行 我可不可以在上面围扎栏 不行 我可不可以在上面停车也不行 我可不可以在上面盖房子也不行 这些实际上很大的限制 所以依照400号解释 他是一个国家 一到400号的解释前段 国家虽然可以基于宪法23条的规定 可以基于公益原则 有没有公共利益 有 公共利益 哪一种公共利益 基于公不克定人为公众通行 是不是公共利益 基于公益原则 公共利益原则 基于法律保留 这基本上没有法律保留 所以赵政长继承道路是违宪的 假如依照宪法23条规定 国家要基于公益原则 法律保留原则 跟怎样 比例原则 才能限制人民拆偿权 结果这个有没有法律 应该不符合法律保留原则 但是400号解释 他并没有违宪 所以大王會議寫是承認他是一種核縣的 因為他實務的慣例 所以他說這是核縣 很奇怪的解釋 但是大王會議寫是他核縣 所以他也符合第二要件法律保留原則 大王會議寫14百大家回去看 那基於好是核縣的 然後也基於比率原則符合比率 但是縱使是因為他是一個表示核縣的話 但是是特別犧牲 這種特別犧牲相當於土地徵收條例最高的所謂的憲法23大所謂的限制 已經過程相當於快要接近所謂的土地所有權利的剝奪 土地整塊的剝奪 很像所謂的我們所謂的裸體所有權 裸體的一部風光光的變成裸體所有權利的 所以這種限制很嚴重 所以這種特別犧牲依照400號的解釋 國家科雖然可以限制 但是這種特別犧牲你就要給予補償 但是繼承道路這種補償我們繼承道路現在講邊來可能要好幾百兆 國家沒這個錢邊這個預算去徵收 所以怎麼辦 所以400號解釋說你既然沒辦法徵收你可不可以用他法補償 所以第三個400號解釋第三個重點是說你這個過程特別犧牲要用徵收 依照土地徵收條例去徵收或者是用他法補償 第三個要給他一個補償用市價去補償 沒辦法市價怎麼辦 沒辦法用土地徵收條例給他合理的市價補償怎麼辦 你要他法補償 這個計程道路可以把隆積這邊的隆積移轉給怎樣 另外一個土地上 然後這塊計程道路就變成說移出隆積的怎樣的基地 那塊土地叫移入隆積的基地 但是要經過核准 依照法律要經過留言准 所以我們有一個叫做都市計畫道路的所謂隆積移轉辦法 那另外一種像說你講文化資產保護法 保護法當中你講市定古蹟是不是要規定說怎樣 你還要提出維護計畫也不能怎樣 還編成去維護 也就是說你也造成更大的限制 所以我們文化被市定古蹟也有一個隆積移轉辦法 所以我們很多 我們隆積移轉是一個他法補償 然後現在還有一個什麼樣 土地交換 我們他法補償當中第一個就是隆積移轉 第二個就是交換土地 我們依照規定 依照都市計畫法定出來的 有一個土地交換辦法 土地交換每年的時間各縣市政府要把可以交換的土地 報給中央主管機關 然後要公佈出來 除了報給機關之外 他自己要公佈出來公告 給怎樣 想在一定的限制內 一定的期間內 給土地求求的人 尤其是繼承道路 符合要件的這些人 這是土地求人去申請怎樣 土地交換 所以他法補償當中有一個怎樣 隆積移轉 第二個是土地交換 第三個所謂的免稅後減稅 那第四種有沒有請到他法補償 還沒訂出來 所以所謂的過程課別提升的部分 事務上現在要沒辦法征收 第一個不然你給人家征收 沒辦法征收要他法補償 事務上現在他法有容積移種 交換獨地 跟所謂的 減稅後免稅 第四個 未來會有其他他法補償 事務上現在沒有 但未來可能有 所以 400號解釋常中第四個重點 第五個重點怎樣 其實第五個重點 這個繼承道路 要考量什麼環境 我們看一下蔣義的第3段 第2月的第3段 有沒有看到 有 來助教讓給大家看 蔣義第2月的第3段 來 有沒有看到第3段 有看到 第3段以特別弊名 若在某道路範圍內的私有土地均辦以征收 僅應繼承道路公用地外 而命令 以命令規律使用無庸同時征收 嫌以平等原則有為 第3個重點 第4個重點 所以 第二 又因地理環境或人無改變 繼承道路喪失許原有功能者 得隨時檢討並廢止 所以其中第4個重點 繼承道路可不可以因為地理 如果因為地理環境 人無改變 人無狀況變更 繼承道路喪失許原有功能者 要不要隨時檢討廢止制 要 所以繼承道路一到400號解釋 就有這4個重點 所以看400號解釋 所以 從這個東西 第5個重點 繼承道路會發展 在2月5號在講的時候也有講到第5個重點 繼承力公用第一關繼承道路注意 我們剛才第1個是說成立依照400號解釋三大要件之後 就成立公用第一關系的繼承道路 就符合成立公用第一關系的繼承道路 只要符合三大要件 但是他的主要哪種義務 公不克地能通公眾通行 只要提供這個義務 但是他並沒有要求說 他不能圍柵欄 也不能圍牆當停車場使用 也不能當停車空間使用 對不對 也不能蓋其他工作物 或者是怎樣圍牆 圍牆是不是其他工作物 也不能在上面蓋房子 因為要公不克地能公眾通行 但是第5個 他並沒有剝奪土地所有人 預計民法767條第一項前段 對無權佔有之人之憲佔有人 依據民法767第一項前段 肅請返還所有物 行使物上返還請求全 所以實物第5個 所以實物第5個 角這塊雖然是成立 已經成立公用第一關系之繼承道路 土地所有人對無權佔有之憲佔有人 憲佔有人 仍得依照民法767條第一項前段 肅請返還所有物 這第5個重點 這樣懂嗎 它是可以的 所以繼承道路中間有5大重點 這樣有沒有什麼問題 沒有 沒有問題 那網路有沒有什麼問題 沒有 今天到這邊沒有問題 OK